非洲国家肯亚有许多贫困家庭 想要打破贫穷的循环 慈祭跟当地的红十字会 林医会以及爱女孩协会合作 在今年的五月份还有七月份 陆续是发放了生活用品给弱势家庭 这发放的内容物呢 有食物包、纹帐以及毛毯 回家的路必须涉水通过 还有孩童直接用这里的水洗澡 本亚拉为在肯亚与乌干达的交界处 三月开始的雨季加上五月暴雨 受灾严重 居民被安置在帐篷区 在那时他们把他们放在家里 然后在晚上 他们把他们放在家里 把他们放在家里睡觉 这位妇女的房子已经被洪水冲走 和三个孩子住在帐篷 已经两个多月 志工及时送来希望 你们知道我们在租购帐帐 所以你们要买帐帐帐 我可以给你这个帐帐帐 明天把这个帐帐帐帐帐帐帐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慈激与爱女孩协会 以及希望光芒合作举办物资发放 有了三十公斤的玉米粉和生活用品 六十四岁的威克利夫 和大家一样都很期待 这一年 wont的生活 我们要开拐帐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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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ель在台湾的 JOHN臣也送上祝福 由志工代表宣读 ทc 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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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 tetes twice 여기서 Trovivéti 时学生促的频道 贸也pal帐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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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quests 与 Courtneyn geto 董啊 teri on 圣在台湾的上人也送上祝福 又志工代表宣读 我们祈祈祷 那你會有平衡 和菁亞會平衡和安全 另外一場在安博塞利 部落保留區的發放 依照當地居民的需求 只發放糧食包 讓長廚的婦女們 不足一家人在餐桌上的營養 三房共善 這股支持的力量 就是最好的心靈良藥 大愛新聞 這大美食公 肯亞綜合報導